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苗 最近这几天大家有看到行政院和劳动部刊登的这个广告吗 其实在这个广告里面 行政院有很多没有告诉大家的事 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广告分为三个部分 戴帽子部分 白色衬衫部分 还有下面绿色区块的部分 分别告诉大家有哪些是行政院没有告诉你的事情 在这个黄色帽子的部分呢 行政院告诉你的事情是 行政院告诉你的是 劳工想加班没办法加班 必须要再去找兼职打工 但是行政院没告诉你的事情是 现在的加班时数 每一个月就有46个小时可以运用 那在几乎所有的行业里面 把这46个小时全部用完的是少之又少 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 过去劳工平均的加班时数 每个月只有加14个小时而已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到底是哪一个行业这么特殊 他真的每个月都把46个小时的加班上线用完了 导致劳工依法没有办法再加班呢 关于这一点是行政院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 第二个区块在这白色衬衫的部分 行政院告诉你的是 在这个区块 行政院告诉你的是 有小老板在忘记的时候想要接单 想要叫员工来加班生产 可是现在却不能加班了 但是行政院没告诉你的是 现在的劳机法里面 早就有非常多的加班弹性哦 例如说每个行业都可以使用双周变形工时来调配加班时数 而有一些更特别的行业可以适用四周变形工时和八周变形工时 尤其是四周变形工时其实在现况之下就可以让劳工来连上12天班 来赶上这个所谓忘记加班的需求 行政院在这个广告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是 这位穿白色衬衫的小老板 他到底是来自多么特别的行业 现在劳机法84条之一的责任制没办法满足他 30条之一的四周变形工时也没办法满足他 这到底是哪一种行业呢 接下来在第三个这个绿色的区块 行政院画了一块圆柄图告诉大家说 有60.3%的劳工想兼职增加收入 但是行政院在旁边没有太清楚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白色的这一小行字 其实因为休息日赶到加班费或加班机会减少的劳工 是所有劳工的19% 而这个圆柄图的60%是指这19%的60% 所以19%乘以60%算起来差不多是12%这样子的比例 行政院没有告诉我们的是 这12%所谓想加班的劳工想兼职的劳工到底是来自哪一个行业 他在一例一休之前就不想兼职不想加班 是在一例一休之后才想兼职才想加班的吗 我们行政院真的有需要为这样子的特例 来把后门变正门一次放宽所有的行业吗 其实从行政院这一张广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劳基法修法的争议当中 政府真的有太多没有告诉人民的事情了 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的是 现在在职场上的现况很多的老板又或者是说绝大多数的劳工 根本就没有领到每个月46个小时的加班费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行业他有需求必须要把每月的加班上线放宽到54个小时 可以让连续四个月来加班54个小时 这是行政院在提修法的时候有必要说清楚的 如果今天一家公司真的都已经发了每个人46小时的加班费 产能还是有困难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谈提高加班上线到54小时 或许还有点道理 可是如果现在的加班时数真的就都没有用完了 那提高加班上线又是为了什么 又是为了谁 又是为了哪一个行业呢 而现在的劳基法里面早就充满了非常多 可以弹性加班的各种规定了 84条之一的责任制 30条之一的四周变形工时 以及所有的制造业都可以来试用的八周变形工时 而这些变形工时都已经开了方便门的状况之下 到底又是什么样的行业 他需要可以来排除所谓七休一的这样子的规定 然后广泛的让全行业来试用 我觉得这也是行政员必须要说清楚的 最后我们要一再强调的是 这一次的修法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 实证的资料不清不楚 包括民调的数据都还要用这种所谓的圆柄图误导的方式 误导了非常多的媒体以为是全部的劳工的60%都想要加班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公共沟通的态度 所以未来一个月的政党协商期间 我们希望行政院可以拿出具体的所谓的利害损益的分析评估报告 让全国365行每一个行业的劳工都知道 自己在这一次修法当中到底是受益的还是受害的 唯有这样呢 我想我们的劳基法才有可能在民主理性的辩论之下越修越好 未来请大家一起持续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